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先前受邀到南投县议会参序 议长何顺丰、县长许实花等人出席 众人席间谈及南投茶叶等农场外销部加现况 郭台铭当即表示会协助南投发展 昨日国办执行长廖本阳一行人 南投县农会食品厂厂长陈秋良 祖山珍农会总干事郑文会 以及本县多位的茶农代表 与议长何顺丰与南投县议会 可以商讨南投县农场如何外销等议题 天人集团副总裁李胜志也在会中 针对本县深茶、收茶、清茶、如何外销 以及哪些茶种、教续及瘦不宜放置太久等部分提出建议 国办执行长廖本阳者表示 希望南投县各农会能够与农友过半这边达成良好的合作关系 严格将品质固好 过去的话他是说当然今天他也是希望能够 帮这个我们南投的这个他的品质 还有他个人的过去的这些 他个人的这个在商场里的信誉 所以为了保住这个部分的话 品质的部分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用最严格的标筆来做把关 所以这个部分刚才议长提到说我们到时候各13个乡镇的农会 应该会协助去对接所有的我们的农友 当然我们这边的话到时候也会有一个工作团队 帮忙协调出一个作业办法 那当然这个把关没问题的东西我们就是收获了 所以这个品质检验的部分我想这个方向应该就是这样做 议长和顺丰表示目前南投茶叶农场外销相当不佳 非常感谢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对于本县农友的重视 愿意协助本县改善情况 未来将会持续的与郭伴及本县各13厢正式农会合作 改善南投县茶叶农场外销不佳的情况 记者邱平俊南投县议会采访报道